各位螢幕白鯊魚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JR 雷心語 很開心今天可以邀請到JR來跟我們做訪問 Hello 第一次來多倫多有什麼印象呢 我真的第一次來多倫多 我記得我小時候有去過溫哥華 但這次第一次來多倫多 回到加拿大覺得 真是自由的空氣 真是很清新的空氣 而且我已經是事先打算來之前 去很多地方 譬如搜尋說一定要去 尼加拉瓜瀑布 還有聖羅倫斯市場 很多很想去的地方 Eaton Center 逐一一定要探索每個明星 跟大家說一下歌手演員作曲 你想最專注哪一方面呢 因為方方面你都做得很好 多謝你這樣說 很榮幸 聽到你這樣說 我想其實是因為近兩三年 我就跳了出來 沒有簽唱片公司 真的自己獨立歌手去做 所以就寫多了很多很多歌 反而自己歌方面 就會再crazy一些 曲風 可以玩多一些 可以更加沒有限制 但是寫給人的那些 譬如最近有寫給 可能Lolitox一把火 或者閻明熙的Little Magic 可以平時隨著我的情緒 喜歡什麼時候寫什麼就寫什麼 在創作方面 其實我想 不論是自己演藝也好 別人演藝也好 我想我最喜歡寫歌這件事 至於演員 你說我喜歡不喜歡 當然我也很喜歡 但近這幾年 其實已經很少做演員了 反而這幾年 很慶幸地 大家認知我的 是關於音樂方面 作曲方面的東西 所以音樂方面的東西 就多了很多 但也開心 現在音樂方面都挺忙 希望可以繼續網絡下去 J.Aria 你最近忙著什麼 還有什麼計劃呢 在工作上 希望可以繼續專注在創作 接下來其中一個項目 就是跟我一起做表演的 小肥的其中一個項目 已經寫了 希望可以快點錄音 快點做製作 還有就是希望用多一點時間 回到自己身上 因為自從2021年開完我上一支碟 Perfectly Guilty的演唱會之後 我差不多年半未出過新歌 我希望可以 看今年年尾出到一首 但我的計劃 是2024年的年尾 希望可以出到一支碟 裡面有八首歌 再開演唱會 這是我終極的目標 多謝J.Aria這次跟我們做訪問 希望年底聽到你的新歌 多謝 還有多點來多多探望我們 一定 簡直是移民過來 多謝 多謝 Bye Bye